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前技术还是非常细的 我们看到今天在往前的这些调动 还是给曾经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作用 尤其是刚才的两分 对了 但是单纯的比庆功的节奏来看 陈金明显的是占据着优势 所以黄宗汉从体能上 还有他的整体的技术的全面性来看 确实比陈金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他只能是在一些小的技术方面 来做一些变化和改进 那刹球的进攻力方面呢 基本上是不能够一开这个技术 打不死 所以黄宗汉的这个进攻呢 也显得没有什么太多的效率 那陈金的主动输入送分 看到 叶成万现在是 在马来西亚队担任单打的教练 旁边的是拉西德·西德克 刚刚为中国代表队拿下第一分的林丹 2比0赢得非常轻松 比赛结束之后 还就拖了球衣给现场的观众上演了一段这个太空舞步 好球 尤其在往前 往前的优势 如果可能的话 老将黄宗汉 应该多发挥一下 自己在往前的一些信力的这种 技术 在马来西亚队担任 这次在往前的争斗当中是陈金拿下了关键的一分败出了第一局的局点20比15 要想这种铺网强网的话还是应该越早越好 预判的非常的重要 陈金呢在奥运会北京奥运会里面获得了单打的铜牌 不是他也是这个世界锦标赛海德拉巴的这个亚军 就是黄中汉在往前的一个对角线的线路之后的铺网 对于曾经的这个对角线的线路呢是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准备 先来反拍的勾对角 先下压一板 小高球出界 这样成绩呢是21比16 率先拿下了双方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的交锋还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那我们接下来呢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交换球场之后的第二局比赛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是黄中汉和陈金的这个技术统计啊 在突击 位在区氛中的广路之后的一中的挑战 其实转了